不是得饭吗 饭完吗 对 得饭一饭 欢迎收看小高中国奥运冠军团 再次来到澳门参加活动 跳水奥运冠军全红蝉非常活跃 在酒店吃饭的时候 他在厨师的指导下 现场做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 得到了冠军们的称赞 全红蝉化身大厨了 全红蝉非常专注的煎鸡蛋 涉及奥运冠军李月红 在餐桌那边鼓动 会不会颠勺 厨师赶紧阻止 别别 可别颠 这可是油锅啊 全红蝉将鸡蛋翻了过来说道 他糊了 不是我故意的 厨师表示 不糊不糊 这样香 随后厨师在锅里放西红柿 全红蝉继续翻炒 全红蝉觉得铲子不太好 用说了一嘴 这个铲子不行 旁边的工作人员立马跑去厨房 拿了另外一个铲子 全红蝉看了一下觉得差不多 随即说道 还是用这个吧 全红蝉对自己的操作很满意 以后可以给自己做饭了 旁边有人询问全红蝉 是第一次做吗 全红蝉说道 不是 蝉宝一边翻炒 一边对谢思义说 吃吗 谢哥 五十块钱一口 全红蝉继续说着 五零一口谁要 旁边的女老板回应 我要 全红蝉随即横给面子的说道 免费免费 随后厨师开始放调味品 并且表示再煮一会 西红柿炒鸡蛋要做好了 全红蝉吆喝起来 谁想吃 举手 李月红第一个响应将碗递过去 来来来 成点 一位工作人员接过了他的碗 全红蝉将西红柿炒鸡蛋 盛到一个盘子里 厨师给做好菜的全红蝉鼓掌 李月红喊着 我的碗在那呢 全红蝉盛了一点西红柿炒鸡蛋 放到李月红的碗里 体操奥运冠军李小鹏 坐在比较远的另一桌 他听到全红蝉的吆喝声 特意端着一个碗过来 可以吃了吗 全红蝉用小勺子 继续给李月红的碗里盛菜 然后又给李小鹏的碗里盛菜 厨师用一个碗 盛了西红柿炒鸡蛋给女老板 老板您品尝一下 冠军做的西红柿炒鸡蛋 女老板调侃 如果比你做的好吃的话怎么办 厨师笑着说 那我去跳水 全红蝉问陈梦 梦姐你要吃吗 他随后端着盘子 放到了陈梦面前 看来全红蝉和陈梦关系比较好 做好了菜立马端他面前 陈梦表示 你做的我来一口 李月红已经吃上了 他表示还挺香的 全红蝉在一边 像是等着被夸奖 很香的 陈梦对师姐的态度是很好的 陈梦吃了一口 连连点头说 好 刘诗文吃了也表示 可以可以 全红蝉又热情地将西红柿炒鸡蛋 端到另外一桌 让其他奥运冠军们品尝 全红蝉这次澳门之行 体验了当大厨的感觉 他和大家都能玩到一块 从射孔向射牛继续进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